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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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走了 我真的不想这么快回去 我从来没有试过这么开心哪 你现在不跟我们走 唐先生会亲自来找你 小姐 别这样 小姐 别想这么开心 别想这么开心 我已经被爸爸关了几百年了 待会儿他来了 又要抓我回去 我不知道他又要管我几百年 我想看看这个世界 我不想孤零零一个人呢 盈儿姐 我求求你 你让我再待一会儿 只有一会儿 我求求你 好 让你再玩一会儿 我会亲自向庞仙人交代 真的吗 谢谢你 盈儿姐 谢谢你 我叫崔龙珠 人人都叫我卧龙先生 小姐 你快兴 她说话不是很方便 你好 我叫悠悠 悠悠 你跟西军很熟的 你看 你的好奇心还挺重的 西军是我学长 对了 你好像很喜欢研究灵异啊 是啊是啊 我专注研究不死人跟僵尸的 其他的我也有监修啊 是吗 遇到僵尸还不是我一个人顶 待会儿还要我救你啊 有没有听他声音 什么事啊 对 有僵尸 你躲在这儿有什么事都别出来 除非我们叫你 你千万别出来 发生什么事啊 是不是真的有僵尸 不知道是不是啊 总之你先躲起来 乖乖的 是是 快 你看 你看 你这是干什么 血腥味会吸引僵尸来的 这就对了 有你引开僵尸 悠悠就安全了嘛 等 还是没人听了 没有 不如我们会随一门啊 好 走快点 怎么了 有人跟着我们 没有啊 没有啊 不是啊 真的有啊 快打 这里就是书上说的 天下第一武馆隋义门 对啊 在我很小的时候 我已经拜了隋义门的 金奸师父为师 我想如果没有他 我也写不出现在这本小说 那他老人家现在在哪里啊 我师父已经先游了 但是现在呢 我已经拜了另一个师父为师 他叫行活着 是他教我功夫 他们两个都是一代宗师 自从奥运飞上次输给西洋拳手之后 他就发奋练功 每天都打木桩 直到有一天 其中一个撞手出现了裂痕 他师父就叫他去找西洋拳手报仇 对 因为呢 这个木桩其实是很坚硬的 要装手出现裂痕 并不是很容易 所以证明了两点 第一 奥运飞每天都很努力地练木桩 第二 就是他的功夫已经炉火纯青 对了 书上最后那张 奥运飞跟他的师兄弟被人寻仇 他们死守随也门三天 其实在你的想象中 情况是怎么样的 关门 哥 妹妹 什么事 外面有强尸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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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起撕着随隐门 好 好 是啊 还没走啊 在街上追着我们来这里 是 岂不是有两个教训 好 不用怕我们跟他们拼了 先生哪位啊 你谁啊 她叫小琪 我终止粉丝 好 怎么办 前面也有后面也有 我们用霹雳无影手 太极千根掌 闪电刀盒 穿越电影丢他们 没用的 打僵尸用银漆的 来 快点 快 快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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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 啊 是啊 传说是真的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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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吗 何宁 我该走了 这么快 外面满街都是僵尸 你不怕 我不会有事 你放心 我已经很久很久 没有这么开心过了 谢谢你 什么话 别客气 我有你这个忠实粉丝 是我的光荣 你是我哥第一个粉丝 对了 何宁 书的结尾呢 男主角奥云飞 最后要搬向自由 那他到底做了什么 才得到自由呢 我还没想到 所以还没写 但是我会认真去想的 我一想到喜欢告诉你 但是我怎么能找到你 我也不知道 这样 不要紧 你手伸出来 我写我的邮件给你 有空就找我 好 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今晚的 我也是 那我走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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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先生 对不起 是我擅作主张 让小绝多玩玩 如果阿杰的身份被人发现 我一定杀了你 你再干吗 谢谢你 盈儿姐 不用谢谢我 以后你要乖 要听庞先生的话 盈儿姐 这里呢 是和您的电邮地址 以后你可不可以帮我 跟他联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太遗憾了 真倒霉啊 如果昨天抓住不死人拍了照片的话 我今天一定红了 你还敢拍 如果你昨天真的去拍呢 多一个死人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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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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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